香港亲共媒体几天来发生罕见的内战 一度力挺香港特首梁振英的城报 突然炮轰香港特首梁振英和中联办 引发其他亲共港媒的攻击 评论人士认为 这透露出北京的意思 《山峰点火》港独闹剧梁振英播读 8月30号香港城报在头版刊登评论文章 批评香港行政长官梁振英为争取明年连任一手山峰点火 在中联办指挥棒下 在极左团体及左派传媒营造舆论 曲张声势夸大港独的现象 还指控中共驻港机构中联办做大谋权 与梁振英联手制造敌人 要求中纪委彻查中联办的职能与角色 立场一向亲共的城报突发此文令外界吃惊 同时立即引来其他亲共港媒的攻击 香港中通社8月31号报道称 深圳市公安局证实 城报董事局主席谷卓恒 涉嫌非法吸收公共存款罪1.3亿元潜逃 被公安网上追逃 亲共的香港文汇报31号也在网站上发表快讯 批评城报不顾传媒操守恶毒攻击 是因老板被通缉 并全文转发南方都市日报 去年4月底的一篇报道 指控谷卓恒涉嫌通过深圳美带网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被追逃 城报在9月1号反击 在头版刊登梁振英中联办利益团伙曝光 抹黑行动开始等字眼 并刊登主席谷卓恒的声明 指南方都市日报的原报道是没有求证的揣测报道 自己一直可自由出入境 又说由于不愿屈服某些势力 去年至今一直遭到政治打击报复 而亲共的《大公报》也在1号加入混战 不仅翻炒同样的旧文 还增添内容说谷卓恒伪造身份 持多张假身份证和军官证 亲共港媒突发内战 评论认为可能透露出北京方面的意思 这个已经是传了很久的事 这个时间捅出来 我看是中共内部派系斗争的一个结果 有一派已经内部组要出来讲话 承报80年代原本是香港最畅销的报纸之一 但后来极度易主被中资染指 2011年由中共海军背景的房地产企业 广东利海集团成为承报主要股东后 该报编采路线日渐轻贡 并出现多起自我审查事件 包括在2012年香港特首选举投票日前三天 篡改时事评论员刘瑞绍专栏文章的题目和内容 以形成挺梁振英 扁唐英年的论调 大陆独立调查记者黄金秋表示 承报的确有军方背景 中共军方去年经历了大力反腐和结构性改革 在徐才后 郭伯雄等江泽民派系人员落马后 军队最高指挥权集中到习近平手里 如果说这是中共军方的这种背景的话 那有可能代表习近平阵营的这种观点的话 那我们接下来就可以看到 习近平或者说中央办法这种左倾的政策 要为现在香港的这种港独的这种思潮去负责 香港资深媒体人程翔 此前也对BBC中文网表示 5月份中共全国人大委员长张德江来香港 释放出中央对梁振英不连任持开放态度的信息 这次新北京报章公开批评梁振英与中联办 正好印证了这一政局发展 过去一年香港多家传媒机构先后出现财务困境甚至倒闭 日前香港数码广播有限公司宣布将于下月7日起停播所有频道 有评论认为自90年代以来 不少本地富豪入主的主流传媒 如今在习近平反腐的情况下已无力可图 目前港媒将面临全面洗牌的局面 8月8日 DBC宣布因公司发展位如理想 以智慧政府决定交还牌照 将裁减113名员工 下月7日后仅重播旧节目 直至政府批准停播 去年DBC关闭新门台 又将四条频道改为纯音乐台 DBC创办人郑晶翰表示 自他离开DBC电台后 已预料到今日结局 因现实电台营运方针和他创办时理念完全不同 如今电台只为专权服务 没有好的节目 自然难生存 港媒苹果日报8月11日的评论文章称 DBC管理层和一般舆论都将倒闭原因 归咎于经济不景 市场因素和政府辅助政策不利 那固然是部分原因 但大家都忽略当日黄楚标为首一众 亲良权贵政治受命赶走正惊叹 消灭一己声音 文章说 作为听从中连半指挥的维稳主流传媒 DBC并非是第一间倒下 之前已有隶属中共惩治系统的亚氏和爱国商人 南寿城拥有的新报 此外 还有远属大公报 复刊不久便停刊的新晚报 即未出版已夭者的香港晨报 与此同时 多次一手给予中共军方关系密切的晨报名时也苦称 而亲习的香港商人于贫海及福建海 归派美国律师校警分别创办HK01和端传媒 前者据报正准备赤巨资入主有限电视 此外 马云收购了南华早报 传闻下个目标是明报 而无限电视的主要股权已落入远属中共党官的商人手中 至于党报大公 文会在企业架构上已合并 单一管理 配合中纪委派员进驻港澳办 最近大陆又传闻会整顿中连半 一旦换人 大公 文会的角色肯定有所更变 文章说 自九十年代以来 不少本地富豪入主的主流传媒 接扮演帮贤角色 小则小骂大帮忙 大则充当杀手 主要目的并非赚钱 而是政治报效 但是一事已 在习近平打贪府下 原来靠关系在内地寻租获利的港商已无力可图 凡此种种都在发生着变化 传统主流传媒行将出现全面洗牌的局面 香港是江派重要窝点 江泽民、曾庆红一直在香港发动针对习近平当局的搅局行动 对此 今年以来 习近平、王岐山启动对香港江派势力的清洗行动 今年1月 前中纪委驻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纪检组组长李秋芳 任中纪委驻港澳办纪检组组长 此前 中纪委未曾向港澳办、国台办、中联办等行政机关派驻人员 中纪委监察部网站6月22日公布中央进行地势轮巡视 共有32个单位被巡视 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和港澳基本法委员会位列其中 8月7日 亲北京的中文媒体列举驻香港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中联办的三大突出问题 称其已成为第二权力中心 并表示 北京正部署针对涉港机构的重组与整肃 据知情人士透露 中国局势围绕习近平以反腐回名清理江泽民集团人马正发生重大变化 对江派的清理行动也从党政经济拓展至媒体领域 部分靠江派资金维系的海外媒体出现倒闭潮便是其中一个现象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主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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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